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我是赵妍 今天我们很有幸在2018年的农历新年 在魏京生主席家给他做一个 向全中国的网友和全世界的华人网友 祝贺新春的这么一个拜年的这么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请魏主席给大家说一说新年快乐的话 新年快乐是当然咱们得祝福大家了 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大家这个吉利话还得说两句 新年好万事如意等等等等 但是呢说这么说 但是咱们这个新年呢 其实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有很多烦心的事 烦心事挺多了 但是大家很关心的两件事 我觉得有两件事大家要关注 一个就是咱们很多人过得不错 像我们今天也不是几个朋友在这吃吃喝喝的 烤着火 我们在美国了 但是呢 前段时间北京发起了个驱住低端人口 咱们可以知道有多少被从大城市里赶出来的所谓低端人口 就是这些从农村小城市来打工的这些朋友 他们现在新年能过得怎么样呢 离开了家又离开了自己打工的那个点 在外头流荡 没有安定下来 他们过年咱们大家需不需要关心一下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关心 我们在美国这些朋友都很同情 这些朋友在外头流荡呢 第一 他们本人很痛苦 都过年了 过不上一个好年 第二 他们的家庭 他们现在挣不到钱 一旦挣不到钱 他们家里过新年怎么过呢 肯定也是给他们增加很多痛苦 很不好过 另外呢 这么多人在外面 无所事事 受到歧视 受到迫害呢 实际上呢 给社会的安全 给这些无辜的老百姓 其他的老百姓 也造成很多困扰 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那么这件事呢 我觉得是 对于咱们中国老百姓来说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大家应该关注 我希望大家有可能的话 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这些在外头的 这些人呢 安置一下 找到住的地方 大冷天不要动到 包括孩子什么的 想法安排安排 大家能帮多少 帮多少吧 哪怕你给他们送一点吃的 送个棉衣啊 这个我觉得都是 咱们能做到的 尽量做一些 因为这些 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 实际上是很值得大家同情的 他们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建设 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辛辛苦苦的 拿着低工资 干着很危险 又脏又累的活 现在被人家当低端人口 给赶出去了 理论上咱们很多可以讲的 包括什么排斥 这个种族歧视啊等等 这些这个国际舆论的批评很多了 我讲的就是比较现实的 就是这些朋友呢 很需要帮助 也很需要安慰 哪怕咱们的口头上 给大家一些安慰呢 对他们也是一种帮助 这是一件大家需要关心的事 第二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 就是咱们旁边的一个邻居 这个邻居呢 就是朝鲜的核武器的问题 有很多人可能觉得 这个核武器跟我们离得很远 他天天嚷嚷要打美国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包括你看那韩国总统 他就以为 北朝鲜发展核武器 是对着美国去的 不会打他们朝鲜人嘛 我们朝鲜人不打朝鲜人 他就相信这个 他就你看那个在冬奥会 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 他那么帮助金正恩去做秀 减轻国际压力 那么这个事情如果发展下去 对咱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大家应该注意到 北朝鲜离得最近就两个国家 一个俄罗斯 一个中国 俄罗斯呢 说话 它的远东部分没有多少人口 对朝鲜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而北朝鲜这些年呢 跟中国的关系倒是很多 包括它经济上 很多东西依靠中国 而且呢 它一直有野心 老向中国要土地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些 我过去都没听说过的事情 就是从50年代开始 毛泽东那个时代开始 就不断把一些领土 划给了北朝鲜 而都是在金日成的强烈要求之下 划给了北朝鲜 现在它的野心就更大了 它现在如果把核武器和导弹都搞成了 说实话 打到美国呢 还摇摇武器呢 它那个技术可能还达不到 但是打咱们中国 打韩国 这是离它最近的 所以对咱们中国呢 也是相当的威胁 据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报道 就是这个已经在东北地区 在吉林和辽宁地区 已经造成恐慌了 包括那么核实验的地点 离中国很近 有强烈的核泄漏 这些东西都会飘散到中国 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了 所以啊 这个也是咱们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件事 中国政府里头呢 也不是说都是傻瓜 有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 也是对这个事很有看法 想限制这个北朝鲜 不要让它扩大这核武器的导弹 但是在中国的政府的高层和中层和低层 都有一大批跟北朝鲜 在北朝鲜有利益的 或者是接受了他们的贿赂 或者在那地方有生意 或者等等利益关系吧 这些人呢 还在替北朝鲜说话 企图让中国呢 跟美国对抗 去保护北朝鲜 跟美国对抗保护北朝鲜 不要说长远的核武器 对中国有威胁 首先来讲 美国不高兴了以后 对中国的贸易 也就是对中国的经济 会有很很不好的后果 而且呢 你去保护北朝鲜 北朝鲜现在在 在在封锁中国了 对不对 对中国做出很多敌意的行为 甚至在公开宣传 中国是他们一千年的仇敌 就是日本也只是他们一百年 当然这是家务战争以后 朝鲜成了日本殖民地以后 那是一百年的仇恨 而中国呢 是一千年的仇恨 所以呢 他们这么宣传的话 这么敌视中国的话 将来 可能直接对中国构成一些威胁 而现在呢 在中美关系上 破坏中美关系上 也起着很强大的作用 这些那个亲北朝鲜的官员呢 在死保北朝鲜 那么实际上给中国带来的是 面临 就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希望那个 大家明白这个事 而且要盯住这些 在北朝鲜有利益关系的 或者是拿了北朝鲜贿赂的官员 不要让他们去出卖中国的利益 去保那个 说实话是白眼狼政权 朝鲜战争的时候 中国为这个保护 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 死掉了咱们几十万的 死伤了咱们几十万的 中国的儿女 后来北朝鲜是怎么对待中国 我希望中国政府也不要隐瞒 应该把北朝鲜那些恶行 都告诉全国老百姓 当然在东北吉林 辽宁的很多老百姓 是知道一些故事的 但是全国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 因为在媒体上 共产党一直采取封锁 天天说什么兄弟啊 这个那个 什么又是这个关系 那个关系 那都是虚的 实际上北朝鲜这个白眼狼 是很明显的 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些东西 不要 就是应该给这些 有利益关系的官员 施加一些压力 让他们不要去 出卖中国的利益 去保那个北朝鲜的 那个白眼狼政权 这两件事我觉得 是咱们过年的时候 提醒一下大家 大家都应该注意的 当然希望大家 过个好年 快快乐乐的 能够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处理好 这是对每一个家庭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 好那个今天那是在美东世界那是大年初一 嗯我们刚刚辞了就又赢了心 刚才魏主席说啊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惦记着这个千百万个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呢 那个在中国和美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么呢在这件大事当中呢 魏京生先生 魏京生主席呢 也是在民运队伍当中给的最大支持 那么很多网友呢 对未来 这个关于这件大事呢 有一些想法和看法和希望 那就是这个龚贵先生的爆料 爆料这个革命 有的人说爆料革命没有用 有的人说这个爆料革命那个是这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魏京生先生也曾经说过 在这个海外基金会上也讲过 说龚贵先生也是这个民主的战士 斗士 那个大家想听一听魏京生主席对这个 2018年龚贵先生的爆料 这个有什么更多的记忆 不光是 首先我们讲啊 郭先生那个爆料呢 还是起了很大影响 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你说它毫无效果 我讲这个大家都不能承认这个 它还是有效果的 有些人拿一些郭先生私人的东西来说 他就为了他自己 他为了他自己有什么错呢 没有什么错嘛 对不对 而且呢 郭先生爆料 你不管他有多大的效果 至少他这个态度 他这个立场 他敢站出来跟共产党那边反隔一击 这个态度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要支持的 不光郭先生 所有的在中共内部的 哪怕你过去跟共产党合作了多少年的 包括共产党一些官员 你如果受到了迫害 你为了你自己个人的目标 反隔一击 或者逃亡 这个我们都会支持你 帮助你 我们不要求你 所有的人都要跟我们一样 你非得跟我一样 蹲个18年监狱 那我们不要求这个 但是你能够有态度 不管哪一天 不分先后 你哪一天认识到了 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 或者你认识到共产党的丑恶 你愿意去为了这个 建立一个新的中国的民主制度 魏主席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那个那个人叫啥的 普丁尔 普丁尔 那个普丁尔是负责这个亚洲事务的这个有关官员啊 白宫重要的官员 那么魏主席是是他啊 曾经跟他这个讲过 对于这个郭先生的态度应该是使有这个一定要站在这个普世价值的角度和这个对中共的那个反隔一击的角度给予支持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 今天大年初一 那我们给大家讲一个这个重要的消息啊 这是一个 二一个 还有网友说啊 这个魏主席 说这个我们民运的那个有些人啊 那个有不同的声音 甚至有的人像这个刘刚啊 红薯宽 我也不知道红薯宽谁 说啊 王书记 孟书记 给我们钱 给我们几万 我们就把工贵干掉了 把他送回中国了 这种可能 这种观点 对不对 这种可能有没有魏主席 首先来说 我跟那个破定格说的上 也没有说什么 这个 郭文贵先生是什么多么多么伟大 我就说 反正他这个条件 他现在在中 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迫害 这个符合美国这个法律 应该给他政治避难 让他留在美国 包括对他进行一定的保护 这个人家 人家那边态度也很清楚 就是 这中国的内政的事情 我们不多干涉 但是呢 按照美国的法律 他在那边很明显的 受到是政治迫害呢 那我们美国可能会 还是希望能不能让他留在美国的 这是一条 另外就是说 有些朋友呢 对郭文贵有批评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因为谁也不是圣人 郭文贵也不是圣人 他虽然做的一些事情是很好的 我们给予肯定 但是呢 有人批评呢 这方面不好啊 那方面不好呢 人家也有批评的权利嘛 你不能说就不让人家说话了 对不对 当然有的人说话可能过分了一点 我们私下里可以批评一下 纠正一下 你说话不要骂人嘛 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你可以说郭文贵这个不好 他有什么什么问题 他以前跟共产党怎么那么合作 只要你说的都是事实的话 那当然你有言论自由 大家都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但是呢 就是说到这个 有人跟王书记要钱 给我钱 我把他送回去 这个呢 我觉得 这跟共产党合作了吧 这首先来讲 其实 头脑正常一点 人都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有一种说法 很有趣的说法 说这种话的人呢 可能是在高级黑 在黑王书记 给王书记那个 来个雪上加霜 你看他跟我们合作呢 王书记在跟海外民运合作 这不是在共产党里 就是个大罪名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人很有意思 这个说法至少有人这么说吧 我听了以后 也觉得很可笑 很有意思 所以很多事情很复杂 有些人做出一些事情呢 你不一定清楚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包括很多朋友 就是讨厌郭文贵 就怎么都过不去 他个人就是讨厌郭文贵 讨厌就讨厌嘛 他特有这个权利 对不对 你讨厌那个 人家郭文贵讨厌你 你讨厌郭文贵 你们俩互相骂 我觉得你们俩互相批评 那是很正常的 你要互相骂街 搞这个人身攻击 就没有意思了 而且呢 说难听点 这个也是在这个网民面前呢 自毁形象 你骂大街的话 老百姓一看 你这是什么人呢 你这是骂大街呢 对不对 不是讲道理 你有道理讲道理吗 你说我不喜欢他 我就是讨厌他 我看见他 我就恶心 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搞人身攻击 也更不要什么骂大街 你的骂大街呢 就把自己人格给降低了 那骂人妈 骂人奶 骂人女儿都不行吗 那都不 都不符合咱们民主运动精神 那是吧 那不光不符合 你就符合做人的 基本的底线了 对不对 你把你自己人格给降低了 那没必要 好 那个各位网友啊 那个魏主席也很忙 今天现在是大年初一九点十五了 我们那个预祝魏主席 和全中国的网友 和这个普天下的这个华侨 都新年快乐 谢谢魏主席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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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